財資大道 何文傑 林潔營 繼續回來財資大道 這一節回來和大家看看居屋方面 房委會議市價五一節推售 共有8926個單位的今期居屋 將會預料在下星期二起邀請申請者選樓 昨天房委會上載了這個價單 當中比較大家關注 這次是北角的屋苑 賣535萬 這形容是今次居屋的柳王 實際情況如何呢 我們請來這位嘉賓和我們聊 房委會議員也是公屋聯會總幹社 焦國偉 Hello Anthony 早 早 早 今次居屋有海景柳王 你想去北角買新單位 最低在企華園二百四十多萬 有二百九十八尺到三百尺 是否真的賣大包呢 抽中市民是否值得立即選個好房子呢 我想這次價錢都說是五一節 但見到很多單位的價錢可能是二三百萬左右 當然在企華園剛才也說到一個地點 對面都是一個比較高價錢的豪宅區 所以各邊單位的尺價都是 譬如在企華園和企華園 這些單位衝破了一萬一呎的情況 普遍樓市一萬一呎都不是很貴的價格 還要新樓 用市場計時機制是否值得保留呢 機制的定價機制有沒有檢討的地方呢 其實在這幾年其實房委會 就住一些資助房屋都做了一些檢討 改變一些東西的 在一百年當時所謂定價機制就去改變了 相對來說所謂的價格都是比較接近一些 所謂的負擔能力的 在去年就是將各國的專稅限制收益了 當然有些討論上會不會有 因為樓價都有跌 居屋是否應該都減價呢 這個其實在過去所謂的機制上 在六月中的時候房委會就定了 今次的一個銷售單位的責任 基本上就定了就不會再變了 但變可能是因應市場上 如果是一個比較大的跌幅的話 可能在一個積構上 當一些買家買的時候 可能在一個跌扣上有些微調 將它的價值上 反映實際上一個個角的情況 其實你始終要滑條線的 你不可能動態到公佈價單前一天 才去計算市場價格的 如果你說太貴 真的開得太貴 那就不要賣了 都試過的 二千年的時候 貨美居屋賣不完 如果你看今次 如果最後才知道 是否賣清光 看看之外 你預期哪個屋院會比較受歡迎 當然北局那些都是成為一個焦點 另外啟恩園方面 看到有些單位都是比較小一些 預料那個反應又會是怎樣 如果你說比較吸引大一些 我自己認為 譬如剛才說 企華園 企華園這些都是一個比較理想的地段 聯家庭都很方便 也不少有些討論 宇德園在沙田的石門那邊都很好 都是近石門站 旁邊也都城門河等等的情況 當然在很小的單位 譬如啟恩園 今次有三百二十間 一些八九尺內的單位 我覺得可能 未必很擔心 賣不完 有證 因為本身 可能今次的申請 都是二十幾萬種申請 可能會不會銷程上面 都一面分 可能是經濟環境 或者加息的考慮等等 可能會慢一點點都沒有 但未必那麼擔心要制銷 單位賣不完的情況 好似東涌瓦園的數量比較多 未來東涌東也有很多居屋 公營房屋的發展 今次會不會擔心 這一類大些單位 多數會有些貨尾呢 東涌當然剛才也對 其實在現時屬於新鐵外區 所以配通上面 附近就不算太多 但是在將來我想 都整個地區都會成熟 很多的公屋入口 或者房屋都會來 陸續興建和落成 所以就 現在目前來講 可能就 比如說在盈東村附近 那些的設施可能支援 但是在赤坡的面積方面 也有些大單位 有些五百五百 屬於可能三房兩次 都適合一些大家庭去考慮 遠是會遠一點的 當然是有不同的考慮 遠的 但是單位大一些 可能有其他不同的考慮 嗯 各有不同的考慮 有些想近些 有些想單位面積大些 價錢可能相宜些 那這方面 因應自己的情況 慢慢考慮一下 今次我們和阿招各位 先談到這裡 謝謝你 等下 Um 由 condemned assistance 來了 ième ilit ственный